那滴鼻涕應該是類似大塞高的東西 莫文慧在ViuTV節目下一幕 《文慧》回顧她經典的電影角色 看過喜劇之王的觀眾 都一定記得有一幕 周星馳與莫文慧對戲的時候 流出一條長長的鼻涕吊吊 據莫文慧透露 這條戲未濕足的鼻涕 是大塞高之類的物體 在NG很多次 因此它有滴 總是沒有滴下來 或者怎樣 然後可能滴歪了 另外她也提到 拍攝回魂夜的時候 剃光頭的原因 墮落天子的時候 我就剷光了頭 因為墮落天子我是染了紅色頭髮 那時候你一弄這些頭 又要漂又要染 搞很多東西 那頭髮就傷了 頭髮開始很肉酸 然後拍完戲 就叫我發營師 我今天上來剃頭 然後就剃了 而導演李力池 都突然被她安排一個 脫假髮的鏡頭 我先來剃了 我先來剃了